這個節目特別談到什麼呢 談到說賴清德總統當說出後續二到八艘 潛艦要一起照的時候 非常多的供應商都急了 我這樣第一口沒咬到 我後面就都沒咬到 我希望一艘一艘開標 我才能一艘一艘的爭取對不對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徐曉星的口徑 竟然跟這些供應商高度一致 包含在選舉的過程中 就刻意的把整個政治攻防拉高到黃鼠光 也是潛艦骨灶總舵手 第二個詭異之處是選上之後 當賴清德總統表態要七艘潛艦 一次做完後 選上的徐曉星直接就說他反對這件事情 甚至在徐曉星射入了大姑跟大姑父洗錢案的過程中 應該是焦頭爛額 可是徐曉星在委員會還是在質詢這件事情 所以余將軍兩件事情問你 第一件事情 一艘一艘座真的很怪嗎 第二件事情 如果是謝秘阿這件事不得了 余將軍 這個一艘一艘座不是怪 是智商有問題 是嗎 沒有這麼笨的 是嗎 我們當作戰指揮官 兩件事情是我們的罰報 第一個作戰指揮的通聯 第二個後勤為保 對喔 你八艘潛艦八個廠商 我哪知道這個潛艦壞人要找誰啊 是對不對 說明書還跟我長不一樣 對 八艘潛艦八個廠商 我搞半天我要說八本說明書才當海軍 那個報告號報紙一關了 一號潛艦壞了 那是哪一家的啊 先找出來 我只找半天 綠藍電子哪一個顏色的 然後每一家的維保方式不一樣 維保系統不一樣 維保制度不一樣 復原恢復戰力的時間也不一樣 對 怎麼打仗 所以我們在做作戰指揮 像我當莊甲旅律長 我有100多輛戰車 如果這100多輛戰車是100多家廠商做的 我看我就瘋了啦 我帶部隊出去演習 不要講100家 4家都受不了 就瘋了 我們光空軍有美規的F16跟法國換下2000 空軍頭都在騷了 可是空軍他做了一個調整 就是說這個連隊是F16都是F16 這個連隊是幻象都幻象 是IDF都IDF 為什麼 維保後勤維保方便 還有指揮通聯方便 它系統相通 對 你找了八艘潛艦 一個戰隊裡面有八家廠商 八種維保八種後勤 那個阿兵哥要念八種技術手冊 因為國軍的這個士官兵他是會輪掉 對 我在第一艘潛艦當作戰長 我可能到第三艘潛艦當船艦長 我是調整的 合理啊 那我換一艘潛艦 多彩多役不行嗎 那整人專家啊 那整死人啊 我每天換一個單位 我就要重新看一個技術手冊 記多不壓身啊 那我們國軍海軍懂八個規格不好嗎 那懂100種不是更好 那不是瘋了 不香嗎 國軍的訓練是越單純越好 對 這叫做統一作戰訓練裝備 第二個 誰願意授權 這個潛艦都是高度機密 對 我好不容易跟其他的關鍵的零組件 關鍵的國家取得了黃區 紅區 綠區的授權 對 然後呢 換一家 我授權八家 我的泄密風險不是乘以八啊 好不容易跟美國 拗到魚雷館的紅區裝備 對 現在我們要去拗美國說 拍謝 把我們授權給八家 我要授權八家 那 哪一個國家願意風險冒八倍嗎 對 所以這就表示什麼 有貓膩 有貓膩 我想從中間游走得到更多的所謂的掌控權 對 因為我是立委啊 我可以這樣做啊 另外我再講那個所謂的 聲納 聲紋 我覺得這件事情太可怕了 如果真的洩漏聲紋資料 那不是洩漏給製造潛線的廠商 我是製造潛線的廠商 我要你的聲納資料幹什麼 洩漏給敵國 敵國 這才可怕 難怪杜秉承特別講 他是特別講到很聚焦說 是收受回饋 還有潛線聲紋 以及內線交易 這太可怕了 那個潛線的聲紋 就跟我們的指紋一樣 對 一台潛線就一個 所以為什麼車業下水 測試之前要包起來 對 那為什麼怕人家 當然怕啊 研判圖角度 他的葉片的片數 他就可以反向工程就可以逆推 他會去算 所以你把聲紋洩漏給廠商幹 廠商要聲紋幹什麼 每一艘潛線的聲紋都不一樣 只有中國對台灣的聲紋有興趣 只有敵國嘛 我要破解你聲紋 消除你逆中 抓到你潛線我才需要聲紋 對 那我說這太可怕了 但是我必須要說 這個聲紋資料 可能連黃曙光都不知道 哎呦 因為這是絕對機密 多一個人知道 就多一分泄密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讓你知道 對 怎麼會 我聽說徐曉星還行文到海軍司令部 去問海軍司令部說 我沒有跟你要聲紋對不對 海軍司令部說對 當然要說對 海軍司令部說這還得了 連我都不知道你怎麼會知道 對 所以我說我在這裡 畢竟大家都是政治人物 我替習曉星擔個心 擔心 如果他今天丟出去的聲紋是假的 是假的 是 因為這是杜秉承說的 我們不知道 假設他如果把這個聲紋丟出去 是假的 給了對方的情報收集單位 你回扣也拿了 我告訴你 以清風 還有軍中太多泄密人的人 最後是怎麼樣 要搞到這麼硬嗎 對 我擔心 我善良 我害怕 假設 都是我的假設 因為我們在軍中看到太多的長官 洩漏出去的資料是假的 最後不是被我們的人抓到 是被對方的人給 等一下 很可怕 洩漏是真的話就是剛剛陳律師講的 對 一到七年 是 而且潛艦那麼重一定是七年 對 那如果洩漏假的 那敵人會饒你嗎 就有江湖道義的問題了 江湖是就江湖鳥了 對 不然以清風命案怎麼發生的 這是真的發生過的事 還有陸軍都發生過真實的案例 陸軍發生過真實的案例 一個少將 是 工程中心的少將 因為洩漏了假標給人家 最後被人家關狗龍 用電擊 關狗龍 真的管你少將 對不對 你錢拿了 你給我的是假標 嘿 我丟了幾億 最後少將被關狗龍弄電擊 最後就 就往生了 我跟你講 關狗龍電他 對 這是真實案件 少將 因為你洩漏的假標 害人家 黑道 黑道 莫大的損失 對 我還讓你活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最好徐小鑫沒有洩漏 希望都沒事 希望是杜秉承亂講的 希望杜秉承胡說 希望杜秉承胡說 如果不小心洩漏了 國家信聖 是你洩漏假的 可是如果是假的 趕快自首 好 因為我們的人 比他們的人 仁慈 重罪 我們甚至 我們先講輕一點的好不好 輕一點的 輕一點的是什麼 輕一點幾年 輕一點一年到七年 一年到七年是輕的 不是 是我們的這個 如果有洩密 洩密 如果他把這個潛艦 對 加上相關資料 因為這屬於國防機密 對 所以在刑法上來講 就是洩漏國防機密罪 然後國家 這個機密保護法裡面的話 對 這規定是一年到七年 對 洩密這個是一年到七年 這個算輕的 洩密算輕的 這個算輕的 他其次的是什麼呢 如果有內線交易 對 內線交易我們講的是說 證券交易法 證券交易法 如果他有內線交易 證券交易法的話 又分成 如果你是 比如你內線交易 你獲利什麼的 在一億以下的話 一億以下的話 三年到十年 應該一億以下 我認為 三年到十年 三年到十年 很難說 因為你到底是什麼內線交易 我們現在這個看不出來 對 如果是跟潛艦 相關的呢 對 這個我不確定嘛 我們沒有人知道 現在是什麼狀況 對 對 那如果是一億以上呢 不好意思 七年以上的重罪 七年以上 底線是七年的 底線七年 對 這是第二輕的 那我們講最重的是什麼 其實是貪污自罪條例 講到他收回扣 對 收回饋 如果他能夠收回饋 他一定當然是利用他的立委職權 對 屆屆屆 收取回饋 勒索的話 這個是十年以上的重罪 十年以上的重罪 最起碼是十年以上的重罪 那至於說 對 我們現在的確不太能判斷說 到底是真是假 對不對 他前面還有詐欺 他如果詐欺投資一百萬是怎樣 詐欺比起來好像已經變小罪了 這是詐欺欺最輕的 可是 我沒有說 以我們法律人看 這個東西的真假 以我自己的經驗 我們做了十七八年的律師 我怎麼判斷這個人說是 是真是假 我想有兩個指標可以思考一下 第一個 杜秉承 他從以前到現在 他有過什麼反覆說辭的情況嗎 沒有 沒有啊 不是嗎 杜秉承從頭到尾被抓 或怎麼樣 他有沒有去反覆說 我其實沒有做 還是什麼什麼 他沒有反覆過 沒有 對不對 對 然後他現在這個東西 他講出來的話 雖然我們不知道細節 但是他是敢記在 法官的筆錄裡面 因為法官會不會問 你這個要不要記喔 對 所以你敢 反過來講 誰是反反覆覆前後矛盾 或者是一開始講的後面 一直改一直改 連今天的聲明 許曉欺 都改了四個版本 他的早餐店到底收入怎麼樣 到現在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一天賺一兩萬 還是除夕夜賺一兩萬 都搞不清楚 我們不要忘記 他最早之所以出問題說謊 或大家開始在抓就是什麼 他連一百萬的理由是什麼 都說不清楚 對 是送的 借的 還是什麼 然後是利息還是什麼 全部都說不清楚 對 所以一直以來 針對這一個案件裡面 說話反覆 然後一直無法自圓其說 自相矛盾的 只有許曉欺一個人 對 我不要說說謊啦 就是說他說的不一致 閃爍其詞 然後一直在迴避 對 只有許曉欺 其他人 從頭到尾都是一樣 對 從頭到尾都是一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